哈喽, 大家早上好啊, 我是小康 现在是越南时间早上9点钟 我最近都是过了9点才开始出发汽车了 因为在9点之前呢, 它的这个天气太冷了, 不太适合汽车 那我一离开我的那个民宿不久呢, 就开始爬山了 今天要爬一座海拔1600米的这个高山 希望等下山上面的山景呢, 会非常非常的漂亮 我感觉哦, 我等下要爬的应该是后面的这些山 海拔1600米, 从这边爬上去呢, 是没有很高啦 因为这边的海拔已经是1000米了 所以等下只要再爬到一个600米就可以了 好, 那在它的山脚那边呢, 前面呢, 是看到有一个小市区啦 好, 我先过去那边吃个早餐, 再爬山吧 吃饱了才有力爬 我沿途上哦, 一直看到很多这个植物耶 然后它是用纸包起来的, 然后是朝天的 我一开始的时候, 我原本以为这个是紫天椒之类这样子的植物了 后来我真的是太过好奇了, 忍不住了, 所以我就跑进它的圆里面看了 我发现到哦, 其实哦, 它是花来的耶, 你看 这个, 我不晓得是不是玫瑰啦 它长得有点像玫瑰啦 但是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树呢, 它没有刺的耶 玫瑰的话, 它的树应该是有刺的 你看, 这边也都没有包了 它就是长这样耶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是不是玫瑰啦 哎呀, 怎么focus不到 你看 不晓得是不是玫瑰耶 它的树就是长这样子 然后它们全部呢, 都跟它拿来包起来 用这个纸跟它包起来 蛮特别的 看到了一朵, 这个是完全盛开的花朵了 哇, 你看 这个 根本就是玫瑰了嘛 哦, 但是它的树呢, 是完全没有刺的耶 这边还有一朵 这个, 蛮大朵 应该是玫瑰吧 我感觉是玫瑰啦 看它的圆 蛮大片的 哇, 你看它们的村庄 一山而建的耶, 这样子斜斜的 我非常喜欢看这样子的村庄的耶 我觉得很美耶 那在进马轮呢, 其实也是可以找到一些这样子的村庄 它们是原住民的村庄 原住民部落 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漂亮 我才刚要进去市区 然后就看到了一个风景很漂亮的地方 这边有这个很美很美的河流 你看, 这边的景色超漂亮的 然后, 在它的 市区 进入市区之前呢 它这边有一间这个homestay 然后它也是一间café 所以呢, 我现在这边呢 喝了一杯我的这个越南咖啡 昨天没有喝到 然后这边是一群骑摩托的越南年轻人 刚刚它在 哈喽 嘿嘿嘿, 刚刚它们在山上 刚刚在山上呢是摔摩托啦 为了山狗 然后, 给你们看 啊, 我的越南咖啡 一天一杯越南咖啡 快的是神仙啊 然后, 还给了我一杯热茶 好, OK 今天喝到咖啡啦 这一间呢, 就是我刚刚喝咖啡的这个咖啡馆啦 然后, 它的homestay呢 我去问了它的价钱 它说一个晚上呢也是十万吨 我觉得这边的homestay呢 都蛮便宜的耶 都是十万吨起跳耶 然后, 这边的风景哦 超漂亮超漂亮的 OK, 你们看 它这边的这个河流 哇 很美嘞 它这边的环境 哦, 然后这个就是它的咖啡馆啦 就是看着这个河流这样子 哦, 超漂亮的啦 这里 哇 这个地方哦 叫 Nokchen 哦 我也是 五一钟才来到的 其实我不知道有这样的地方的 我来到的时候啊 马上哀伤了这个地方了 哦, 超美的 它已经被我列入 我在越南最爱的其中一个地方了 这边 我觉得 我 下次还会再回来啦 我会等它的这个 稻田 绿色的手再过来啊 因为它这边 很多都是在种稻田 啊, 漂亮漂亮 太爱了这边 现在我要去找我的早餐啦 哦, 等下要开始爬山了 这个呢, 就是我今天的早餐了 然后更饼盏 他们有这个猪肉 然后有菜 然后还有一大碗的这个白饭 还有一碗汤 哦 ok, 吃饱过后 啊, 就有力爬山啦 这边是在它的街上的 呃, 一个 餐厅啦 你看那个 小饭 啊, 还要骑我的脚车 嘿 在饭店的人 嘿嘿嘿 然后把我的脚车骑走了 嘿嘿嘿 拜拜 嘿嘿 喔 他没有力求以来的 他没有换牙 好, 我的牙是蛮重的 Good 哈哈哈 拜拜 拜拜 哈哈哈 嗯 呃 OK,是时候跟这个村庄说再见了 这一次呢,没有办法花太多时间在这边 不过,下次我会再回来啦 好,Mokshen,真的是一个好地方啊 你看这个村庄,多么多么的漂亮 非常非常peaceful的一个地方 你看后面的那些山,哇,好美耶 根本就是世外桃源的感觉了,这个 哦,你看它的山路啊,多么的大,多么的宏伟 好漂亮好漂亮 期待我们再见的那一刻 再见啦,Mokshen 你看,我在山路旁边捕获野猪 它的肚子超大的咧 哦,前面这边还有一只 哦,因为它的肚子哦 基本上已经是碰到地了 这应该是怀孕了吧 哦,超大的,这个已经跑不了了 OK,我现在是一路在爬这波了 哦,这边要爬到海拔1600米 哼,现在是越南时间下午2点4个字了 那我是来到了它的山顶这里啦 海拔1600米 然后在这边呢,它是有一个这个纪念碑啦 它是写越南字啦,所以我不知道它在写什么 但是它的纪念碑呢,应该也是跟这个打仗有关的啦 哦,看,都是这些士兵的图案 然后这边还有一些,这个是农民啦 啊,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风景啊 嗯,OK,没有什么风景好看 就讲妈妈天罢了 哦,那我今天晚上呢,是打算到一间Homestay落脚啦 哦,我觉得这边附近的Homestay哦 都蛮值得去住的,而且又蛮便宜的 哦,那这个Homestay距离这边呢 还有大概65公里 啊,但是,It's ok 接下来的路段呢,它都是往下滑啦 哦,我要从这个海拔1600米这边呢 一路往下滑,滑到海拔250米啦 哦,还有大概4个小时才天黑 所以是来得及啦 我在下山的途中呢 经过了一个观景的地方 哦,这个观景的地方 它的名字应该叫做Kalpa啦 哦,看这边有一些这个小小的当口呢 在这边卖这些烧烤啦 啊,这边很多这个年轻妹妹 啊,来这边在park 啊,然后这里呢,它是有的玩这个滑翔山的 哦,这些是它的滑翔山嘛 这些是它的滑翔山嘛 我们上去这个观景台这边看 好,话说我刚刚一路滑下来的时候 哇,上面的那个温度超冷的 啊,大概只有四五度罢了 哦,这边现在就还好啦,没有那么冷啊 OK,看一下它的山景啊 哇,我等一下呢,就是要一路远着这个路呢 滑滑滑,就是这样子一路滑下去啦 然后滑到这个山底这里啦 好,那那些先不是梯田来的 但是它梯田现在,没有得看啊,全部都收割了 那今天的烟买的也是蛮严重的 看不到什么东西啦 好,下面这边哦 这个应该是给人家观景啦 我感觉应该可以游戏啦 我感觉,这边游戏也蛮爽的 啊,OK 好了 我要继续往下滑啦 再不走的话就迟啦 现在是越南时间傍晚五点八个字 那我终于呢,来到了这个很多homestay的市镇啦 但是哦,我的这个CELCOM哦 它中午过后,它就完全没有service 我不知道是我的line的问题咧,还是CELCOM的问题啦 好,那现在呢,我要先去找个地方吃晚餐 然后就用他们的wifi啦 没有wifi的话,我找不到我的homestay啦 但是这边好像看起来 全部店都已经关了 啊,我没有看到饭店而已 没有饭店的话,就要去找找后店啦 这个街上呢,现在基本上已经是找不到吃的啦 哦,已经是很迟了 它的饭店呢,都关到晚了 所以,我现在呢,是在早后店这边 买了一些干粮啦 这个是我今晚的晚餐啦 但是,这间早后店呢,它跟我说它没有wifi 所以,我没有办法check我的homestay啦 我现在呢,必须 凭我的直觉去找这些homestay出来啦 你看,我凭我的直觉呢 找到了一间homestay啦 但是我没有得看它的review啦 因为我没有internet 所以,没关系啦 现在已经很迟了,不过理啦 就去看看这间homestay吧 哦,还是在这个 他们的小小的村里面 啊,应该是这一间吧 去问看 ok,这间就是我今晚住的homestay啦 然后,我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满意啦 这边的family也是超friendly,超friendly的 它的价格呢 它说,这个是一个房间 它不是dormitory,它是单间来的 它是送我150千 呃,有包早餐啦 所以我就当作它100千是房间 50千是早餐啦 哦,然后,呃,他问我要不要跟他们一起吃晚餐 他说晚餐只送我50千耶 哇,我觉得ok,便宜耶 所以这边一共我是花了200千啦 大概是39块,马币 哦,然后,你们看 它这边有一个,这个用家工作的圣诞树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小小的火炉 啊,这边就是他们的饭厅啦 等下跟他们吃饭的地方 哦,他们现在在准备晚餐 好,给你看我的房间 哦,好单间耶 哦,单间,这样的价格我觉得ok也便宜耶 哦,然后,呃,这个是我刚刚买的这个干粮啦 它要变成我的宵夜了 哦,给你看我买什么 哎呀,买了这个 这个肉松米饼 然后,还有这个面包 它是说里面有 有饭啦,不知道 哦,然后还有这个东西 这个肉松蛋糕,超好吃的 我买了三个 啊,然后还有这个呢 这个是月饼嘛 月饼是拿来填饱肚子的 然后还有这个蛋糕 啊,这个也是很好吃 哦,这个等一下变成我的宵夜了 ok 哦,对,给你看,还给两瓶水 然后还有给两罐这一个 这一个水,这一个是酒来的 好,为那一个 它是酒加粗吗 我不想买的 哦,这个多少巴仙 3.5巴仙 啊,还有给一些这个旅游的手册 啊,蛮不错 它的房间,我觉得蛮漂亮的 蛮新的 哦,然后,你看它的厕所 哇,还有给肥皂啦 好,其实,这样子一间 啊,拜拜的 然后,也是蛮干净的 非常非常的干净 哦,ok 好,我现在要先去冲个凉 然后,等下要跟他们一起吃晚餐啦 这个是我今天的晚餐啦 哦,有这个冲蛋 然后,这个应该是猪肉 哦,还有这个饭 还有这个肉丝吧 哦,还有鱼 还有菜 还有汤 哇,非常非常的丰盛 哦,ok 我要先开动啦